台湾电音女神谢金燕十七岁清纯样曝光,蒙脸,火辣身材可爱到不要不要,碰胸秀长腿简直致命。 原来姐姐也有清纯的一面。 电音女神子子谢金燕十八日独家被ETZK《星光云》揭露演出缠至平坚,这新片有五个子子的我就注定要单身了啊,睽違二十七年在乐场大荧幕。 谢金燕以电音天后之资赤扎乐坛,但其实十六,七岁曾演过两部电影《少爷当大兵》,《星期龙珠》,尤其是新片李台搜手弄姿模样可爱,一双大长腿更是完全没变。 谢金燕十七岁曾演出过《星期龙珠》模样清纯。 在她十八岁遭遇人生最严重的大车祸前,谢金燕曾在《星期龙珠》中演出《丫头一角》,为了取得归仙人手中的龙珠,要猪八戒化身成她的模样去色诱对方。 片中她穿着大红色两节是沙龙,秀出雪白嫩胸,小满腰跟一双大长腿,在龟仙人面前大跳翘臀演舞,甚至捧胸俏皮勾引,模样相当可爱,画面流出也被网友大赞,以前真的好清纯。 谢金燕在《星期龙珠》色又龟仙人,模样可爱。 她时隔27年演出有五个子子的《我就注定要单身了啊》,饰演男主角高中生李狂龙的五个子子其中之一,因为控制欲导致弟弟交不到女友,片中应该会有许多对弟弟宠爱有加的画面,跟她平时低调形象大反差,应该会跌破粉丝眼镜。 亚明所写的《有五个子子的我就注定要单身了啊》,在台港销量破万策,是超行恋爱青小说,群星锐制早在去年6月与北京开拍,之后转往台北取景,男女主角包含五位子子,都会在台湾,大陆各地找演员, 光是选角就花了一年半,期间也频传太烦恃,郭雪芙,新版《流星花园》关红以及大陆女星张瑶加入演出,但群星睿智皆如正面承认。 有片今年一月杀青,预计今年上映。 今年演出有五个子子的我就注定要单身了啊。 图翻设字有五个子子的我就注定要单身了啊。 官网